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評板 而且台北股市現在仍在靠近23,000點以上的24,000的高點 沒有在怕美國總統大選的各位注意 他所顯示出來內心堅毅的力量 是沒有在怕美國總統大選 這也代表說在未來的美國總統大選呢 全世界都看好會非常和平 甚至有一個對全球有利本身的一個收場 甚至啊我就必須要這麼說了 很多人都說啊大選前怎麼樣怎麼樣 我先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跟大選沒有相關的就是我們的OTC指數啊 跟大選沒有相關的就是我們的中小型股 中小型股中小型股 我這個節目一直強調中小型股 我這個節目甚至可以說從龍年到現在為止 我連連發科也沒有叫過 我連什麼洪海洪海叫過一次啊 洪海叫過一次我連什麼什麼廣達啊 連什麼偽創啊 偽影這些我都沒有叫過啊 為什麼呢因為這些都是長得非常大的公司啊 我說這些不是中小型股 這些呢說實話一點就算有反彈一點點啊 漲起來又沒有大家來的快啊 尤其是各位看到沒有抓到一條小魚上來的時候5.6倍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今年因為是所謂AI年 今年因為是科技年啊 所以你知道電子股什麼最厲害嗎 電子股就是說突然之間被派上用場的 結果呢本來可能是20塊錢的 就變成100塊 有沒有可能 有哦本來可能是20塊錢的公司呢變成多少 25塊錢的公司變成50塊的話 一下子就變成了一倍了 本來可能是20塊錢的公司呢 變成了多少變成37塊錢就漲了多少 從20塊漲到37就漲了87%了 這是最近的兩個 甚至呢稍微遠一點從16塊錢一口氣漲到多少 漲到了50塊錢漲了三倍多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說今年其實是最好實現你夢想的年 雖然我這樣子講有一點非主流啦 但是我真的想問各位一件事啊 你真的想靠聯發科 比方說你今年才進來好了 其實我們從7月份開始算了 你從聯發科進來好了 你真的想靠聯發科從一千零五十到一千 到一千三百塊錢 這樣子能夠讓你翻身嗎 甚至你動不動就是要多少 本錢就是要一百多萬耶 動不動本錢就要一百多萬耶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一張兩萬五啊 十張二十五萬啊翻過來變五十萬啊 各位看到沒有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一張多少 一張兩萬啊翻到現在呢 那麼一張變三萬八啊 十張變三十張變多少 三十八萬啊 如果你多一點的話買一百張 成交量也夠 所以我說過親愛的投資朋友 在股票市場很多人都走錯路了 在股票市場不是給你買 基歐股 買基歐股那是有錢人拿來放生利息的 你要放去什麼美債 你要放去什麼什麼 什麼這個這個定期存款 那是生利息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背數翻的話 那真的是要靠這個小金女變成大金女啊 尤其是這種特殊的技術被人家掌握到的時候 尤其今年來說的話 我們有非常多這種獨佔寡佔關鍵技術啊 這可以而且生意是很大 這AI啊股本很小啊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細光子 封裝機器人 這些呢 是我這一整年下來 非常清楚跟各位講的 而且 每一個都有錄影 每一個都有證據 親愛的投資朋友 從龍年2月15號開始 親愛的投資朋友 每個人現在都知道什麼叫做光盛了 但是誰在72塊錢 龍年之前哦 就開始跟你講光盛 誰在龍年的第一天還在講光盛 誰在龍年的第一天還在講上全 我相信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那麼你應該是非常清楚的看得到了 我不要每一集的跟各位講 誰到了7月份的時候 那麼羅生啊 索羅門啊 甚至接下來換到高峰啊 其他投資朋友 7月4號了 你沒有想過 這才是你要看的節目 這才是真正用心做節目啊 有的人每天為了一支掌停滿 兩支掌停滿在那邊看節目 我跟各位講 永遠不會改變你的人生 因為你有的時候贏有的時候輸 有的時候贏有的時候輸 我問你一件事啊 我現在跟你講說 我帶會員朋友去做 這支股票我們是贏的 當然你可能比較慢來 你說老師我只賺三支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由 老師我昨天進來的賺一支 有 但是問題來 他到現在為止還在創新高 到現在為止還在創新高啊 這支我還沒記錄下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所以我說過 等一下我們可以一一的 來跟各位來做印證 還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7年就是有這樣的機會啊 要不然的話 這種股票不會沒事打底耶 玻璃基板的上游啊 因為玻璃基板 各位看到6405的月神 已經漲了一倍上來了 注意耶 這是投顧節目耶 注意這是電視節目耶 一倍啊 昨天有人 我這個可以這個可以講嗎 昨天有人在我網路上面留言說他賺多少錢 你自己去看 就這支股票 這支股票的上游 可不可以漲 注意哦 請你注意到現在 我要跟各位講 下一個很重要的小金魚 就是從 每一支股票都是從這裡開始佈局起來 每一支股票都是從這裡開始佈局起來 都是從這種所謂的頭肩底完整之後 開始重新慢慢的往上佈局啊 等一下你還可以再印證啊 都是從這個地方佈局起來 然後 小則所謂的一倍 大則五六倍 真的有這個機會耶 現在最紅的就是所謂的 我跟妳講的玻璃基板 玻璃基板這麼一紅上去的時候 請問一下 玻璃基板上游會不會紅啊 會不會啊 我想這個部分等一下我們就來講啊 甚至呢各位看到沒有 機器人 他會不斷不斷的去尋找 相關性質的零組件 高峰能夠漲 他能不能夠漲上來 我覺得這個機會都很大 我找的股票通常來講的話 都是市場上面在追的啦 包含現在什麼恩格恩德什麼的 那個都是在都是在追我的股票啊 包含現在很多人都在講矽光子 你看很多人節目已經變成 矽光子機器人 還有什麼 矽光子機器人台積電周邊 這我已經講多久了 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新開始的吧 叫做三個字嘛 你去看了嗎 趕快去啊 會辦展覽 當然是後面有他 你要看到的利多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不久之前我們在講什麼 在講說FOP LP本身的展覽 不久之前我們在講玻璃機板的展覽 我們跟各位講說玻璃機板 換這個銅箔機板換成玻璃機板之後 玻璃機板有更密集的步線 跟更高的訊號線能力 玻璃機板是放在哪裡 玻璃機板放在這一塊 所謂的 面板封裝的最後一層啊 所以玻璃機板本身來說的話 最厲害的叫什麼 RDL 無光照數位圖案化的玻璃機板 應該不能說最厲害 最厲害叫TVG啊 但是TVG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做嘛 所以現在目前做出來是RDL 無光照數位圖案化 誰跟你講過的 我跟你講過的 是不是第一手 我相信這 絕對是這個市場上面 第一手跟各位講的吧 當時你聽了你相信嗎 而且這兩股票還真的很 很難叫他的名字叫月城 老師月城是在幹嘛的 是台北城還是台中城 還是高雄城啊 他就叫月城 我說他叫做最便宜面板封測股啊 我說他這個玻璃機板基本上可以薄化 而且呢 還是這裡面 各位看到沒有 這是群創的報告啊 群創的下一代要進軍 RDL無光照數位圖案化 結果月城先做出來啊 隔一天 還買得到哦 第三天也還買得到哦 第四天也還買得到啊 這個這個地方先出來 先來 先把它拉到第四天 第四天也還買得到還在加碼哦 第五天的時候 哎連續漲五天停板 會被限制交易 先賣一次啊 各位看到沒有 再拉回來 這個時候已經拿到四十三塊半了 再拉回來到多少 再拉回來到三十五塊再買 各位看到沒有 再拉回來四十塊再買 各位看到沒有今天多少錢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中間還跟你講說 還有安可也是這樣的股票 還有什麼 還有政達也是這樣的股票 早來晚來一個好的產業都讓你賺到 親愛的投資朋友 獨家第一手 又一檔 又一檔百分之百的股票 我常常講說各位啊 每次看到這樣的股票啊 一出現的時候 我就很想直接跟你說 老師我做到今天退休了 為什麼 因為我完成了我會員朋友托付給我的夢想 我不知道你參加的老師成不成精 給你完成這一倍的股票的夢想 我們不但完成這一次 最近又完成了兩次啊 上面寫群創有寫強茂啊 我說這怎麼可能是強茂 強茂做什麼的 強茂做車用二極體的 但是強茂底下有兩家公司 一家叫做井茂 井茂就是以前啊 最早期的茂系 那麼把它兩台這些所謂晶圓代工機 搬去給井茂使用 然後呢 為了井茂他就又做了另外一家公司叫做銀茂 這家銀茂就是做面板封裝的啊 那工研院跟經濟部會去找強茂 會去找群創 群創有面板封裝 強茂有沒有 我問各位一件事 是不是頭肩底完成的時候 我問各位一件事 這是不是二十塊錢的時候啊 二十塊錢進去之後 連續五支停板上來 先不要講漲多少了啦 連續五支停板上來 你什麼時候看過有老師的節目是這樣告訴你的 而且還直接給你畫一條線說 當回到這個所謂的第三根跳空漲停的時候 你要再買下去啊 這個月 十月十五號還跟你講說缺口沒補 因為下影線就請你再買啊 結果呢 一路上衝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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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會員朋友還現在在問說 老師 要不要買回來啊 跌不多 我正在看啊 因為現在已經把它小魚養成中魚了 中間的中啊 將來會不會變成大魚 這個一百 這個算八十五趴啦 因為減一嘛 一百萬變一百八十五萬嘛 一百萬變兩百零四萬嘛 這要不要減一嘛 而且各位看到沒有 面板封裝這麼一上來的時候 其實這段時間裡面 我也不斷的繼續跟各位講說 面板封裝 等一下我第二階段會跟各位再講一次啊 還會跟各位再講一次 精彩科啊 等等這些股票 然後呢 請問這是誰跟你講的第一手 你問問你們老師 他如果講光宏的話 他敢不敢講說 他是市場第一個人講的 你問問你們老師 他講銀貿的時候 敢不敢說他在市場上第一個人講的 我就直接這麼講 這絕對是我第一個人講的 這絕對是我第一個人講的 我講的時候還有人跟我講說 哎呀 那個光宏不可能啦 光宏不可能是所謂MOCVD方面的股票啊 結果呢 各位看到沒有 我記得應該是從這裡上去 漲了兩支停買之後 還被打回來一次 剛好這邊有賣 打回來這邊再買 請你繼續上 各位看一下 現在後來每個老師一直在限制交易之前 因為現在是限制交易中啊 都都在講光宏啊 而且老師都在這個時候才講 講完兩天限制交易了 你什麼股票都要漲三支停買才上來嗎 還要最後才知道嗎 我真的講這句話呢 現在所有老師都是講這張啊 哈哈哈哈 星系光子 封裝機器人 有沒有發覺啊 其實扣掉一些 國安市場裡面有的時候不是不能賺錢 是你把錢花在怎樣 花在不會賺錢的地方呢 你說對還是不對啊 你把錢花在不會賺錢的地方呢 不要說完全套牢啊 套牢哥那種感覺是怎樣 就是說 好像也沒有賺多少錢 也沒有賠多少錢 假設你在這個附近買好不好 那種感覺是好像沒有賺多少錢 也沒有賠多少錢 假設你在這個附近買 我不要說他們基本面不好 基本面誰不知道說技嘉是個好公司 當然每個人都會 但是問題是好公司會不會成長 黃靖哲是個好人不會長高啊 黃靖哲的兒子未必是個大好人 可是現在已經長得比我高了啊 你說呢 你是要買小朋友 你是要買小朋友 甚至應該在國民小學 甚至應該在剛出生的時候給他買 還是要等到老了 像我這樣五十幾歲你來買 說我會不會長高 我現在就要壓我兒子啊 我覺得我兒子會變成運動員啊 我直接告訴你啊 他越長越高越長越高啊 這才是小金魚啊 不好意思像我這樣都已經是 金魚衰退了好不好 我比較像金魚衰退了 所以所有朋友 你都有人在做金魚衰退 有的在做大金魚 有的在做金魚衰退 我真的講說這個叫金魚衰退啊 等一下我會講給你聽啊 你怎麼可能實現你的夢想 你買的股票比你還老 我現在講的不好意思 其實就是講這句話了 歡迎所有朋友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機器人要買有低檔的股票 你一定要想辦法趕快跟上來 甚至呢 玻璃基板已經漲上去了 玻璃基板漲了一倍 那麼玻璃基板的零件 一定有機會跟上去 歡迎各位 想盡辦法跟上來 掌鈴掌鈴再掌鈴 把小金魚變成大金魚 你說老師你這個節目標榜啊 這個好的股票啊 獲利都是倍數啊 那麼在這個地方怎麼去證明啊 我這每一個都是證明啊 我這每一個都是證明啊 我不是在那邊跟你講說 銀貿今天漲停板 我是在跟你講說 銀貿從20塊錢開始 我就不斷的跟你講說 請你注意 那麼面板封裝 將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業 特別是他的母公司這麼大 生意都是誰 生意都是台積電 生意都是群創 生意都是友達 生意都是什麼 都是強茂 他自己很小 所以股價就會這樣大標特標上來 就會這樣大標特標上來 一標標多少 我們從近的開始講 然後呢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每一個都有證明啊 我們像別的節目都沒有什麼證明 就這次漲停板 今天不錯 今天不錯我也知道 今天不錯我還需要你老師講嗎 如果說明天有颱風 結果你出去才知道有颱風 那你還需要氣象台幹什麼 所以很多老師都是在講今天的盤子 那叫講盤 我們是在跟各位講說 你怎麼樣去改變你的人生 我說過 你一定要每次都不斷不斷的去注意到 是不是有這種小金魚 會變成大金魚 尤其是他又是獨佔跟寡佔的技術 我是不是告訴你 他做這個叫做RDL式的 所謂的無光照本身的面板 玻璃面板 你看是不是有獨佔 而且現在還領先我們全台灣 我想這個部分剛才你看到了 又在最低檔附近的位置 所以當然才往上拉 那更簡單的像4510的高峰 請問一下有沒有一個東西叫 副爸爸理論 4510的高峰 當時我就跟你講副爸爸理論啊 為什麼高峰做的機器人 做的齒輪 將來供應的是誰 供應的是特斯拉機器人 哇特斯拉這麼大 然後呢 高峰這麼小 那我怎麼跟你寫的看到沒有 寫在剛才那張在哪裡 來剛才說客戶很大 然後呢在這裡 生意客戶很大 股本很小 你一輩子能夠做到這樣子一次兩次 這才叫做翻身啊 你過年的時候才會過得愉快 但是我知道說現在有很多上班族的朋友 他們也會寫這種所謂的email 寫這種留言給我 說老師我真的沒有時間去看盤 對呀我真的覺得有很多朋友現在 他們很苦惱 苦惱什麼呢 左邊這張圖是什麼 不知道 左邊這張圖叫Cowars 因為它下面還是什麼還是銅箔基板 右邊這張圖叫什麼 下面這中間全部換成玻璃基板 有人說叫什麼Galaxy Covers是不是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然後呢又變成面板封裝 老師啊這是要怎麼看 沒關係我真的講一件事情 你真的好好的找到一個你可以信任的 把小鯨魚養成大鯨魚 我相信全市場上只有我一直在跟你強調這個 我相信全市場上面 只有一個人敢跟你說 龍年第一天講光盛講尚泉 還講了3450的聯軍 只是聯軍我們一直做到完 因為兩隻做不完 最早跟你講到 羅生31塊8高峰16塊 所羅門41塊8 銀貓20塊月城25塊 這個也是25塊買銀漢 然後我還跟各位講說 各位 最好印證的方式是這個樣子 因為過年的時候呢 我在講什麼 請你注意哦 你要注意開始注意光盛 你要開始注意善權 因為IC封裝測試也就是矽光子封裝 矽光子共同封裝稱之為CPU 所以這邊呢 3奈米之後就不會往那2奈米走了 3奈米不往2奈米走的話 那先做好2奈米的那個就沒人買 在同一天的時候我就跟你講說 請你注意 上面寫到沒有 世心為什麼這麼弱 世心為什麼這麼弱 我這個是因為說我要來做這個底板 把它頂住 結果現在還在這裡 所羅門還寫在上面看到沒有 你光看紙的材料都可以送去郭公博物院 我還知道什麼東西強 什麼公司是弱的 我說過你今年為什麼沒有賺到錢 你找了不對的人把你的錢 投資在別的地方 臭欧的地方 現在9月份的這個經濟警惕出來了 iPhone16真的賣得不好 現在不是我們講的 以前是我講的 現在是林恩平董事長自己講的 第四季需求不好 不是說iPhone現在沒那麼快壞掉了嗎 因為有什麼 你要記得一件事 你以前拿iPhone的時候 哪有什麼叫做什麼神盾玻璃 你還是神盾那個保護貼啊 現在都有啊 所以他已經是個成熟的產品了 那你一定要去注意到說 產品有的時候他之間會抓交替 他舊的產品會被淘汰 連日月光自己都說我的SIP會不會淘汰 不然的話 你看這裡怎麼會有個缺口 在同一天的時候 7月26號 7月26號 你看我我多會看這些事情啊 你要不要交給我 後來大漲61% 跟著 金海科也大漲3% 3個漲1% 當然了所有的股票上漲到高點都會怎樣 開始慢慢形成一個小小的準備回檔 回檔完的時候我跟你說 你注意到 他講說他沒有營收你錯了他是路障法則 請你再進場 我也知道你沒有時間去研究這個 為什麼這個方形的比這個圓形的賺錢了 比這個圓形的省錢了 各位看到沒有 我說這個叫散出嘛 散出的話 反正這個是電視機那麼大 這個不到一個電腦就圓圓的一個 這個不到一個蛋糕 光面積就比他大了快四倍啊 那扣掉這些邊邊角角不能用的 那基本上成本降到六分之一啊 所以面板封裝要降低了台積電的成本嘛 你當然可以做台積電 台積電現在所有的資訊通通都有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標股的話 請你看一下 這真的每一個都是你的機會耶 我真的必須要講 這中間可能有一兩檔沒有做到的 我都覺得好可惜啊 我是說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一些別的股票也確實標過一陣子啊 也確實標過一陣子沒有做到我都覺得好可惜了 你今天有真的很多的機會 尤其是上班族的朋友 我覺得你應該好好的把握 尤其是各位看到沒有 不要等到啊 各位知道嗎 曾經我看過一個節目 但是我不方便講 因為那個財經主持人嘛 一直手上拿著iPhone 拿到iPhone10 拿到iPhone11 拿到iPhone12 他每天在買手機 但是他不知道說原來他可以好好的 到iPhone12的時候 這支股票飆到很高啊 飆到這麼高啊 到iPhone12的時候這支股票一直飆到上來 到iPhone16就掉下來記得哦 看到沒有 去年我在講雷虎的時候 松明你看到說原來我們的阿兵哥啊 一開始我說二十幾塊錢的時候 那時候為什麼我去買雷虎 我說你請你注意哦 烏二戰爭爆發都在用這個無人機哦 如果你再往前推的話 那個蜘蛛人電影裡面 他都在用無人機在打仗 不相信你去證明 一直到現在你到處都看到無人機 尤其在軍隊當中看到 我問你一件事 你兒子當兵的時候 會不會看到這個 現在美國軍隊就用這個在 在掃地雷了 美國軍隊就用這個在背機槍 美國軍隊就用這個在衝鋒 中國大陸也一樣 難不成有一天我們跟中國大陸的 軍隊對決起來之後 你會說啊我們用命去跟他拼 用你兒子的命跟他拼 然後他用這個機器狗 你也有錢你買機器狗啊 我們台灣軍隊有錢啊 我們台灣也有錢啊 上面寫什麼字 你說老師所羅門怎麼會長那麼高 我們國家會不會跟他買 你決定啊 所以我說過看得見的未來 我只是覺得說有些上班族 後有些朋友們 你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看 在還沒有變成大鯨魚以前 想辦法趕快介入 況且所羅門已經幹嘛 已經變成一隻所謂的中型的鯨魚了 等到你看到的時候可能在這裡了 所羅門上面叫做什麼 所羅門上面叫做AI AI上面叫做什麼 AI上面叫做所謂的 AI晶片 AI晶片上面現在最先進的叫 AI玻璃板 對吧 叫做AI玻璃板 對吧 玻璃板的上游在哪裡 所以這就是所謂 一個帶一個 有母雞帶小雞 這樣基本上的源頭 你一定要想辦法去找出那隻小雞 你不會找你來找我 今天辦光電展 為什麼辦光電展 當然是光電要大展 以前為什麼辦機器人展 展 機器人展 機器人要大展 以前為什麼辦細光子展 細光子要大展 就是這樣子 黃南勳來台灣幹嘛 那也等於是一個展覽 叫展覽台積電 展覽AI晶片 所以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你有夢想的股票就是要告訴你這句話 你什麼都不用想 找到財富指揮官 把小金魚養成大金魚 跟著我們倍數翻 掌停掌停再掌停 我們等您電話 現在先來分享 剩下的畫面